2018年NBA夏季联赛结束了征程,除了林燕宇航受伤之外,夏季联赛出现了周琪、阿布都沙拉木,以及恒一峰三位中国球员的身影。 周琪通过夏季联赛的表现很有机会在下赛季,获得常规轮换的上场机会,而丁燕宇航就是其他三名中最有可能进入NBA球员,那他进入NBA的可能性有多大? 一同进行分析,在2017年夏天,小丁代表独行侠参加夏季联赛。 他超强的进攻欲望和积极的比赛方式,给独行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NBA新赛季开始前,小牛已经给小丁开出了一份合同,但小丁仍然选择回到山东队开始新赛季。 一方面,独行侠给小丁开出的是双向合同,以这个为前提,小丁很有可能是独行侠的边缘球员,甚至被下放发展联盟打球,毫无保障。 另一方面,小丁还未能帮助山东获取总冠军,想要以总冠军的名义,获取更多的签约主动权。 2017-2018赛季CBA联赛,小丁带领山东与广莎大战七场,最终因为自己受伤未能上场。 山东没有进入总决赛,但他外援般的表现,常规赛MVP,无疑增加了自己的竞争力。 小丁本有机会靠今年的夏季联赛。 在NBA众多球探,教练和球队经理面前大展身手,毕竟经过一年的磨练,小丁变得更加成熟,包括英语水平的提高,饮食的改善,都会帮助他争取一份保障合同,无奈伤并未完全康复,考虑到自己的职业生涯,只好放弃夏季联赛的征程。 这也无疑会让他的NBA前景变得扑朔迷离,很多球队会忽略小丁的存在,今年小丁已经25岁,是球员的黄金年龄,如果不尽快争取一份NBA合同,即便能力再强,年龄也会带来极大的限制。 这方面,一间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胡人不签约他,更多是考虑到他30家的年龄,以丁燕宇航现在的能力,在NBA获得一份合同不是不可能,即便未能在夏季联赛大展身手,两届CBA常规赛MVP,仍然在观察圈的球员中非常亮眼。 无论哪一支NBA球队,无论合同的大小,只要能保障小丁在球队的正常轮换阵容中,相信丁燕宇航不会拒绝这样的机会。 然而,作为小前锋,小丁的大发更接近后卫,更多的持球进攻,需要占有一定的球队球权,这是签约时所要考虑的因素。 作为正在重建时期的篮网,独行侠,甚至是灰熊可能都在观察着小丁,作为球迷来讲,当然也更希望小丁能出现在NBA赛场。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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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